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对于一些词不能不注意 你要不注意就会迎来轩然大波 比如说最近重庆 就因为一个靠惹出多大的事情 所以一下子我注意到最近好些新闻关乎重庆 重庆也确实现在给人一种神秘的吸引力 这几年都是热点 所以现在的热点我们也可以来看看 先是你知道吗 最新消息很多网友的评论 重庆选美国际小姐前三强出炉 咱们看看公布的照片 网友们就有一些评论 有些话我觉得说的也是不太好听 其实我觉得当着这仨姑娘的面 我们也得说这个还是有特点的 是吧 就是这是前三强 然后呢 前三强人家科学家 科学家 前学生在哪呢 那重庆呢 而且你知道重庆是个大地方 你过去发展经济 所以我就说过 就说是我一向认为 傍大款不应该是一个贬义词 没有理由任何一个中国人 你没有理由歧视 说有些女的傍大款 因为傍大款是人性 对吧 你连国际地缘政治 什么地缘政治 小国全是傍大款 对吧 贴谁不贴谁 这傍大款是人性来的 对吧 所以说重庆旁边有一个小城 叫历川 他呢 要宣传自己 于是他就 人家也是花钱打广告 结果最后这好事 办成坏事 历川的这个旅游局长 什么的 现在已经公开向重庆道歉 但是呢 他觉得我很委屈 他说 纯粹是因为今天的中国人 忘记了中华语言文字的真意 却用了什么网络的语言 去理解之 我们的本意 他们的本意就说 我靠重庆 什么 什么历川 怎么怎么着 你看看照片 你看看照片 就是说 我靠 他说我们依靠重庆 对吧 我们依靠重庆 结果 可是你要说这个不合适 我再给你看看 国内另一个城市 我见到那这又该怎么说的 城市品位 太有品位了 你靠 大家靠 太有品位了 这个不通 这个靠什么意思 这还还 还有下一张 靠我靠你 他们这个引用 他说 这就是像以前 宜春 一座叫春的城市 就说这个 其实我 第二个更不同 第二个 这个我靠你 靠什么意思 其实他就要讲的是 靠我靠你 靠大家 但是他觉得呢 好玩点 好像吸引人点 现在就反过来说 但是这个东西 就完全颠覆掉了 前面说的 提升城市品位 对 这是世界上 最反讽的一条标语 他因为他前面说的 提升城市品位 我靠你 我靠你 我靠 讲究精神文明 我干你干 大家干 那你说 这个靠 你在台湾 这是从台湾出来的吗 不是啊 靠字是从哪出来的 你这个语文教授 你靠 什么叫靠 我觉得不是从大陆出来的 什么意思 我们过去不说我靠的 我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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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说我的理解 我不知道我的理解 是不是正确的 我们原来说的是很粗的 很脏的那个脏口 我们都叫我那个 做早操的操 对 我们做早操的操 我们是这个 但是后来为了电视剧啊 他们也能播啊 我好像记得是从台湾这儿 是不是台湾人聪明 把这个词变了一个音 变成我靠 这是我的理解啊 我不知道 我不太肯定 我不太肯定 所以来考证一下 这个要问朱又廷吧 他们台湾的 朱又廷靠出来的 这你说的啊 我没有 这什么话 朱又廷 总算说出他心中的真实想法 朱又廷 朱又廷是依靠台湾 才有的今天 他就跟这个 我靠台湾 他也靠我靠台湾 他绝对是 他现在是我靠凤凰啊 对对对 我们都靠凤凰 我们都靠凤凰嘛 你靠我靠大家靠凰 老板回来训你们 我们老板很开明的 非常高兴 谁也靠 老板也靠我们 老板天天靠我们 对不对 互相靠 对对 没错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构 充满了有爱精神 可是你们真是没得了了 我说咱们就说啊 人家现在改了词 改的也挺好啊 立川改了 说我们不靠重庆了 我们是比邻重庆 就说比邻 大家不懂了 你看 真是 还非靠不可 没错 所以说你起一个什么名啊 真的就是 不我觉得这里头最有意思啊 是我注意到这几年的 这几个 让大家很多争论的 这些宣传城市形象的 这些族裔 口号宣传 东匪夷所思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完全违反了 大家习惯的 也不能说要常识 这是一个 大家通俗习惯的感受 你原来你要宣传一个东西啊 你首先想的是什么呢 想的一般人听到的感觉是什么啊 对不对 比如说这个城市的领导 就大家歪曲的意思 靠这个字 本来就只是一棒的 一靠这个意思 对吧 这大家都知道 但是问题是 你把它当成一个宣传用词的时候 你想我靠重庆 你考虑的就不能够再是 它原来什么意思 你考虑的是一般的受众 听的时候 感觉是什么 想的是什么 但它就能这么违反一般人的感觉 龙传调的故乡 如果它想强调我们跟重庆很近 那就龙传调的故乡 重庆之灵 那么就行了 邻居的灵 对不对 本来它想表达是这么意思 对啊 它不管这个靠子 有没有另外的谐音的话 它作为一个动词 或作为一个什么东西 都不妥当 从汉语上讲都不妥当 你包括像刚才我们前几年 看到那个很火的 那个宜村叫做村 就是宜村叫村的城市 像他这样的一个也是 完全是违反了 颠覆了一般人的那个感觉 会不会有友谊之嫌呢 他觉得这样比较容易 把我的地方炒作出名了 没错 但是这么做就很没品位 对不对 那我就在想这些决定是谁做的 后来我发现 我看好几个这些相关案例的报道 他不是什么专业的广告公司策划 也不是什么专业的做宣传的人来想 是领导拍桌子说了算 所以我觉得这一面呢 其实主要是这些相关领导的品位太低 也不一定 我倒觉得他力穿的这个 从这个领导回来道歉的言辞看来啊 其实有些时候领导不熟悉民间语言 网络语言 没准领导还是淳朴的 领导还是觉得对啊 我确实是靠崇敬 但是领导要表达同样的意思 就是早操就操了 对啊 这个东西就就有问题了吗 就你为什么要让领导决定这样的事 这个事情应该是让更专业的人来做 咱们现在很多宣传的都是政府行为 所以你知道 我再可以请你评价一下 前段时间 还有一个你知道挺有名的什么呢 福建那边有个县叫一大标语啊 叫建宁县迎来首批纯种外国人 建宁县迎来首批纯种外国人 什么意思啊 他也很纯朴 确实是头一批到他们这县来的外国朋友 什么叫纯种外国人 说起来他表示 我们种马 是纯粹阿拉伯种马来交配 我理解他的意思 因为之前来的外国人呢 都是拿的外国护照 其实就是华人 什么对港香港人呢 这种冒充假洋鬼 你知道中国人现在对这个 比方说北大 他们前两天还在议 比方我们要请一个外国专家 对 如果这个外国专家来了以后 是一个华人 他不会给他很高的工资 他用那个外国脸的 就黄头发蓝眼睛的那个 他就给他很高的工资 连北大学府清华都会这样 他就这个叫纯种外国人 所以最后就起来大三 美籍华人他不你第一档 港台更第一档 我跟你说 你就说香港这个嫖客 我有一天在香港火车上听俩人聊 也是 靠 他也是说 靠 多天晚上叫鸡啊 叫鸡女啊 说说好是个法国的 一来了一看是个印度的 哈哈哈哈 他这不是存种 做法国人吗 经常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什么都 缘分软浆 也仅够久 回到这片海 发现真正的自己 我的活动 我的上层游艇人生 亚居乐海南清水湾 到处都有 以前我们也讲过 蔡明翻成 chicken without sex 对不对 对对对 但那个呢 就还是只有一些饭馆 或什么 很多地方人英文不好 或怎么样 但我现在 我关心的是童子鸡 童子鸡 后来就变成了教童鸡 还有甘草牛河呢 对不对 老爱看着蔡白的中国 太重了 牛的干 甘草牛河 对甘草牛河 可是呢 现在我关心的问题是 为什么中国 在中国这个地方 好像领导啊 就我们什么都说 领导说了算 你可以想见 比如说怡春当年 他要把自己说成 教春的城市的时候 稍微有点 对民间情怀 情绪 对民情常识 有点感受的人 都不会赞成 都会反对 那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 这个决定 被下了 被做成了 出现了这个东西 所以你看的是这里面的权力机制 怎么样扭曲掉了 就是所有符合常理的 常始 常情 但是我跟你说 也有些事不好让领导负责 纯属是下属这个失职 你就比如说 你比如说重庆 最近又出一个事 当然这不是重庆 是重庆的 有阳县 咱们有一个领导 叫王有年 就是那个有 是吧 有阳县的电视台 在新闻联播时段 放A片嘛 就是有网友爆出来 而且现在网上你去看 就是反正一次 就是那个台的这个标 就是有阳电视台 这真的还假的 是因为现在很多 这种伪造的东西 我看呐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有阳县的县委宣传部 也都这个表态 那么你说是不是啊 这个资讯频道 对对对 你看啊 他表态说 中心社嘛 中心社嘛 记者10号晚从中共重庆 有阳县委宣传部证实 有阳县广电台资讯频道 因为7号晚上播出黄色 淫秽影片片段被停播 警方已经介入调查 晚上7点13分 正是新闻联播嘛 那为什么会出这样的事啊 这个我不知道 他能调查 但是我知道另一个 这样的事在中国大地上啊 不止一起了 有的你真是 你知道吗 你能想象到那个情景吗 放了这个半夜 在这个一个中小型城市 包括街头的那个大的那个 屏上 中小型城市 其实到夜里也没什么人了 你知道吗 等于你想象一下那个景观 静悄悄的街上 大屏幕就放着 就A片的 放了很长时间 你知道吗 一座教村的城市 对啊 这是一座教村的城市 这是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啊 就是 那个夜班 职夜班的那个技术员 自己看 他自个看 自个看 但是他那个线呢 连着呢 他忘了拔下来 他都可能用的都是同一个电脑 或者一个什么看 结果呢 就全县人民跟他一块 看了 但那个十字路口街上没什么人 对不对 反正就晚上 放了半夜 你想想看那个画面 就一座热镜悄悄的城市的十字街头 对啊 晚上一个大屏幕 物质散亮的这样的一个A片的画面 多浪漫而凄美 而且你想到声音效果 那真是教村的 全庄都在啊 这真是 奇怪的 太艺术了 这个东西 1936年 16岁的张春桥就写过一篇这样的文章 说猫儿也叫村 何况人呢 结果呢 当时鲁迅 鲁迅非常讨厌猫嘛 就写了篇文章骂他 说这个人 这个品位很低啊 什么什么 多少年以后 被文章找出来 他们说鲁迅 火眼睛睛 很早就洞察了张春桥的狼子野性 很早就洞察了教肩的情侯 早就洞察了四人包 就知道四人包要照 对 早就知道他们了 所以 不过讲到这个文字的这个 这个粗笔跟仔细 我就一直记得 那个董桥讲过的例子 我就印象非常深 他说有个人呢 写字写得好 人家就求字 很讨厌这个人 就不愿意帮他写字 但没办法 最后就帮他写了 不可随处小便 不可随处小便 结果呢 那个人呢 真是更厉害 他把这个六个字啊 剪下来 秩序倒一倒 挂在家里的便上 小处不可随便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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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他因为那阵子想着重庆火 宏都 那于是棒着这个大款也有点名气 你现在说的是重庆靠我 那人家生气了怎么办 你比如说你今天说我靠凤凰 我反过来说凤凰靠我 但这个事儿引起了一些什么 但这个某种程度上 这样的语言很生动 它可比比邻重庆 这个文邹邹 那个就不起效果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今天因为中国我们知道很多城市 都在想办法 尤其是领导要想办法 增加这个城市的可见度 知名度 要出名 所以比如说要争夺 自己是不是西文庆的故居 什么这些东西都来了 那在这个过程里 我注意他们做这些宣传口号 最麻烦的是 中国人今天太迷信 所谓的品牌广告 迷信到一个程度 以为什么东西都是给凭空而造 就比如说 我硬生生造一个口号出来 我这个城市就火了 我硬生生的弄一个什么东西出来 人家就知道我是干嘛 他们不相信建设 只相信打造 对 但是问题是所有的形象打造 都是要建立在你已经原来是什么 上头 而不是空降的 你比如说像印度旅游局 这几年老做那个他们的宣传口号 叫Incredible India 那个也很好玩 我觉得这挺幽默的 他当然是想说印度是个很不可思议的一个地方 那每一个去完印度旅游回来 发现 哎呀怎么这样 真是很快的 我真是不可思议 那也挺有意思 又或者是像伦敦奥运 他的那个宣传 你见过那个宣传片 Slogan 叫London Calling 就伦敦召唤 伦敦召唤 但那个London Calling 那是因为它是个流行音乐 那伦敦的那个流行音乐 那个电子音乐的底 然后就一直在唱伦敦召唤 伦敦召唤 那它好像也没什么意思 但是你配合它的这个城市的这种流行文化的形象 那个东西又很鲜活 所以你一定要一个东西原来是什么 你就要贴着它是什么 还得误本呢 知道自己本来是谁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日本经济失去二十年 为何日元持续坚挺 中日钓鱼岛中意 日本政客究竟有何盘散 我说石原现在肯定很失落 他说你们中国为什么不起来游行反日呢 我觉得这一点的话 我们不应该上他的档 银生银行信用卡 一周财经新趋势 星期天 富华卫视中文台 朋友不曾孤单过 一生朋友你回头 一句话一辈子一声情 一杯 如周老教特区老酒 核心科技就在格力 格力变频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一路领先 一赫兹好变频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那重庆本来是谁 有很多个本来 我有个画家朋友推荐给我 你知道重庆有个野孩子出身的 这么一个画画的人 他也不是职业画家 他叫陀陀 他就画的所有的都是用彩色铅笔 在这个A4纸上画 他画的也许是70年代 他在重庆童年的回忆 你想今天的重庆是什么样子 可是在一个孩子的记忆当中 他现在就是用这个A4复印纸 彩色铅笔画下来的这个画 他从重庆沿长江漂流 他就画的等于画他孩子的这个梦 但是画的很有意思 我可以让你们看看 这个我都觉得挺亲切 你看吧 重庆就是个山城啊 高高低低 当年就有这个缆车呀 你看小孩子的那个小脑袋 这是他心里的重庆啊 你再看下一张 你看 这上空搭了下来的那些东西 重庆的这种全是重庆啊 都没法骑自行车 你知道吧 你都是爬楼的爬阶梯啊 你再看 现在很少这样 你看 对 这是重庆啊 当年的老重庆啊 再看下边 孩子们 你想那个时候 挺有意思 我小时候 这也符合我童年的记忆 我记得我小时候也有过这样的光线 也有过这样的空气 你再看一张 重庆的这个嘉陵江了 这个这个江伦 江伦 你想彩色铅笔 画的不错 画的不错 是吧 用铅笔这样子画 对 不过重庆本来就是 很多当代艺术的 在中国当代艺术 其中一个重型 当年 重庆跟成都都是 就这两个地方都很牛 都很厉害 重庆真是一个英雄 不说英雄的城市 还是苦难的城市 当年你说这个 蒋介石在培都 在重庆的时候 抗战的时候 抵挡着日本抗战的 你想那个时候造成了 日本飞机的那个轰炸 防空洞炸塌了 重庆惨案 死了多少人呢 而且中国的一代精英 什么北大清华 西南联大 那些个大学 梁思成啊 林徽因啊 什么沈从文啊 还有谁谁谁啊 这陈寅雀啊 都是在那儿 而且就咱们去台湾 那个食语所 对 食语所 当时完成的 殷须的考古的研究资料 你想这在抗日的那种情况 这些学者 做这个小板蛋 得着肺病 肺劳 写出的都是他一辈子 甚至是最重要的研究的巨著作品 你说这个就是 重庆的文化人王康老讲嘛 说要重新发掘当年的陪都文化 对不对 他讲会当年那个时候 那个陪都是怎么样 所以讲觉你们的说法 是重庆远远不是唱红打黑 所能概括的 当然不可能 而且重庆就算是 他在讲唱红打黑的时候 他实际上的经济的发展 还是大量的引进外资 对 他开辟了很多土地 对 惠普的整条流水线 嗯 搬到了重庆 对 所以重庆的真的这个发展 是跟国际的经济接轨 是全新化的一个 是跟广州跟上海 走的同样的部分 对 没错 所以大家不要对这个事情 你说的这样 我可以给你看一个照片 你看我们中国有的地方 是怎么样欢迎外来投资者 你看啊 这也是在网上找的 我也不知道具体什么地方 反正就说欢迎投资者 凡在我线投资者的车辆 伪张的话处理 以教育纠正为主 不扣车 不扣证 不发款 就是这样欢迎你们外来 投资的 你想想 怎么能不靠外来投资 对于这样的标语 我只有一个评论 我靠 所以所有的这些标语 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 他不好意思说 我们看这么多的宣传 基层很直爽的 对 他很直爽 实话实说 他基本上他好意思说 而且他这个意思说出来 基本上就说明了自己 完全视法律如 像那个一胎生 二胎瓜 三胎死胎 杀杀杀 这就是标语 没错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就是权力啊 到了这些基层地方之后 他是多么的肆无忌惮 他是多么的缺乏制衡 他是连自己的面子 都不用挂住的 还对着老百姓 你们不是老说 中国文化缺点是言行不一致吗 我觉得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贯文明启示度 你们不是说权规则不好吗 我们不用权规则 明贵的